金門亮羅碼頭邊大型吊車作業 021次中國漁船反覆事件 歷經五個多月 中國兩名死者的遺體送上船後 調回中國了 死者終於能回家 兩岸代表協商也終於有結果 遺體返回中國前 雙方已經簽好協商條款 中國代表走下車 雙方握握手表示善意 021次中國漁船反覆案 釀成兩次嫉妒協商未果 三十號中國代表和家屬 相約金門重啟第十六次協商 R14事件發生至今已經五個多月 終於達成共識 今天協商順利 只要歸功於兩岸持續不斷努力 請問怎麼定調這次的事 謝謝 謝謝 陸方還覺得是惡意壯傳嗎 問到定調結果 海巡署副署長不多做回應 協商結束過後 雙方來到殯儀館舉行攻擊儀式 家屬換上桑符下跪磕頭 陸委會副主委也到場上香 向家屬職工握手之意 海巡署是表示說對於沒有帶這個密錄器 所以造成那個原因 等等有點不同的看法 那海巡署對這個表示前移 據傳這次協商給予家屬 約六百萬元撫衛金 但實際協商內容 雙方代表已涉及尊重家屬 跟兩岸協商共識 無法對外報告細節 公計結束後 遺體和漁船 以並送回中國 中船翻覆案也到此落幕 華視新聞 自然之分 las瓶馬 勞 迺